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此之后 赵家家到中落 赵阔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女子 虽然不会做生意 但是管家很有一套 因此 虽然赵阔的家境不负往心 但是俗话说得好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就算是他家剩下的钱 也足够赵阔一辈子衣食无忧了 赵阔十五岁的时候考中了秀才 此后 想要和赵家结亲的人数不胜数 可是在赵阔的心中 他已经有了喜欢的人了 那人就是自己的青梅竹马琉璃 琉璃只比赵阔小一岁 虽然只有十四岁 但是已经出落得亭亭玉丽 美貌动人了 赵阔的母亲知道儿子的心思 她对琉璃也很有好感 因此 一年之后 两家人选了一个黄道吉日 就让赵阔和琉璃成亲了 成亲以后 琉璃体贴夫婿 亲爱婆婆 家中的小日子过得倒也不错 可是好景不长 不久之后 老夫人就觉得琉璃百般不适 原因就是二人成亲已经一年多了 琉璃的肚子迟迟没有动静 老夫人抱孙心切 到处托人寻衣问药 可是最终都一无所获 一转眼过了三年时间 琉璃和赵阔还是没有拥有自己的孩子 此时的老夫人不止一次对赵阔说道 自古以来 不孝有三 吴后为大 你父亲和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 现在你娶了妻子之后 三年都没有子嗣 我考虑着要不让你纳个妾吧 这样的话也好 早日给咱们赵家开枝散叶 刚开始的时候 赵阔对母亲的话并不搭理 可是时间一久 赵阔觉得跟自己一样大的朋友们都有了孩子 而自己现在却没有一儿半女 于是心中十分苦闷 也不安心读书了 每日里去外面借酒消愁 这一日 赵阔在酒楼里喝酒 一直喝到了下午 当他醉醺醺的 朝着家的方向走去的时候 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女子跪在那里 旁边围了很多的人 赵阔一时好奇 于是挤进人群前去查看 原来这女子父母去世 叔叔省时要把她卖到清牢 她活不下去了 才来到了当地 一时之间无处可去 有一个好心的路人提醒她 可以在集市上把自己明码标价 有一些大户人家会买她做丫鬟的 女子心里想着 即使是做丫鬟 也比被卖到清楼里强 于是便听从了那位好心人的话 跪在这里打算卖了自己 赵阔看着这女子年龄 也就十四五岁的样子 长得漂亮极了 于是忍不住开口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呢 今年多大了 这女子看到赵阔之后 红着脸低下了头 对赵阔说道 小女子的名字叫灵儿 今年十四岁 求公子买下我吧 我什么脏活苦活都会干的 赵阔听了以后 感觉这女子实在可怜 于是便对灵儿说道 你跟我走吧 我母亲身边 正好正好缺一个使坊丫鬟 就这样 赵阔把灵儿带回了家中 赵阔的母亲 看到灵儿之后非常的喜欢 于是灵儿就留在了赵老夫人的身边 伺候着 由于灵儿机灵能干 赵老夫人每次见到灵儿的时候 都会想起自己那不会生孩子的儿媳妇 有一天 赵老夫人对赵阔说道 你那妻子嫁过来 应该也有四年了吧 至今还是没有还上孩子 我多次让你那妾 你都不愿意 今年年底 她要是还怀不上孩子的话 就由我做主 让你那灵儿为妾 值得一提的是 赵阔听了以后 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反驳赵老夫人 反而对赵老夫人说道 那就等到明年再说吧 如果琉璃能够怀上孩子 也算是两全其美 如果不能怀上孩子的话 这四年以来 我也算是对得起她了 其实赵阔和妻子成亲这么多年 早就因为妻子 没有只是这件事 弄得她心里交瘁了 她每次来到母亲房中的时候 灵儿都会热情地 对她说一些非常贴心的话 不光如此 这灵儿年纪小 肤白貌美 说话的声音和百灵鸟一样 每次都让赵阔觉得家中的妻子 不如灵儿体贴入微 就这样 很快到了年底 赵阔的妻子琉璃 还是没有怀上孩子 过年这天 赵阔对妻子琉璃说道 你我从小青梅竹马 按理来说感情也是非常深厚的 可是自打我们成亲以来 已经四年整了 却还是没有怀上一儿半女 所以我打算明年开春的时候 那一门小妾 不知道你一下如何呢 赵阔说完之后低下了头 不敢看妻子琉璃的眼神 可是没想到 片刻之后 琉璃却抓住了赵阔的胳膊 温柔地对赵阔说道 你我既已结为夫妻 那我也算是赵家的人了 现在你要纳妾 我也不会阻拦 我只希望赵家能够早日开枝散叶 其他别无他想 赵阔听了以后 颇为感动 他一把搂住了琉璃 深情款款地对琉璃说道 你放心吧 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家中的正亲 我会一辈子待你如初的 琉璃听了以后点了点头 可是在她的嘴角却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 第二年 赵阔把琳儿纳为小妾 琳儿虽然成为了妾室 但是每日里 还是像往常一样伺候在老夫人的跟前 老夫人非常喜欢她做的糕点 因此 对她大家赞赏 可是令人意外的是 琳儿嫁过来已经半年了 肚子却还是没有一丝动静 这一下 老夫人有些着急了起来 琳儿看在眼里也是急在心中 有一天晚上 老夫人对儿子赵阔说道 你这个小妾呀 看来也是个肚子不争气的 要不我再往你房里 猜一个通房丫鬟 你年纪也老大不小了 这事可得抓紧些了 琳儿在外面听得心惊胆战 她没想到仅仅半年时间 老夫人就想着再为赵阔找新人 如果赵阔在那一个妾室的话 那自己将会如同小草一般清贱 思来想去之下 琳儿决定铤而走险 这一天 她对赵阔说道 在府中待了这么长时间 我还没有去外面逛逛呢 所以我今天想去集市上逛一逛 顺便买一些东西 赵阔听了以后 笑着对灵儿说道 行啊 我让管家给你这些银子 喜欢什么随便买 千万不要省着 这样吧 我让一个丫鬟跟着你 这外面什么人都有 有一个丫鬟跟着 倒也是安全一些 琳儿此时对赵阔行了一礼说道 公子 你忘了吗 之前您给我指派了一个丫鬟伺候我 我带着她一起去就行了 就这样 琳儿带着丫鬟离开了赵府 下午的时候 琳儿的丫鬟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了家 琳儿对老夫人和赵阔说道 我今天逛了一天 选了一些公子 和老夫人爱吃的东西 希望你们能喜欢 老夫人听了以后没开眼笑 直夸琳儿聪明斗尸尔 赵阔看到母亲这么开心 也跟着夸赞起了琳儿 一个月之后 正当赵老夫人和赵阔 打算继续纳妾的时候 琳儿突然被查出怀上了孩子 这可把赵家人给高兴坏了 每天好吃好喝地伺候着琳儿 生怕孩子有一点状况 十个月之后 琳儿为赵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赵老夫人和赵阔看到这强宝中的婴儿之后 心里是无比的高兴 这一日 琳儿和赵阔一起吃饭 琳儿突然对赵阔说道 公子 我有一个想法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赵阔听了以后微微皱眉 然后对琳儿说道 你现在可是咱们家的大功臣 你有什么事尽管说 哪里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呢 此时琳儿对赵阔说道 琳儿姐姐从小知书达理 而我却从小没读过什么书 所以我想要把儿子放到琳儿姐姐西夏抚养 这样的话 儿子将来也能受到好的教育 总比跟着我比要好得多 赵阔怎么也没有想到 琳儿居然会如此的声明大意 于是对琳儿连连夸赞说道 你能这么想 我真的很欣慰 既然如此 那从明天开始 我就让琳璃把这孩子挤养着吧 就这样 这孩子被琳璃养在了西夏 琳璃每日里亲自照顾着这孩子 生怕下人照顾不周 可是半年过去了 这孩子非但没有被琳璃养得白白胖胖 反而骨瘦如柴 面黄鸡瘦的 琳儿看到自己的儿子 变成了这个样子 于是对赵阔说道 咱们的儿子可是赵家唯一的香火 琳璃姐姐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呢 我听那些丫鬟下人们说 琳璃姐姐都不让他们插手照顾儿子的事情 看着他面黄鸡瘦的样子 我可真是心疼呀 赵阔听了琳儿的话之后 心里也很不适滋味 虽然他很不愿意相信琳璃会虐待孩子 但是事实证明 孩子确实面黄鸡瘦 骨瘦如柴的 就这样 赵阔又把孩子送到了琳儿的房中 让琳儿亲自照顾 说来也是奇怪 这孩子自从回到了亲娘身边以后 身体居然慢慢地好了起来 一时之间 府中上下的人们议论纷纷 大家都说赵阔的妻子太善妒 就连未满周岁的孩子都不愿放过 琳璃听到这种风言风语之后 心里非常的难过 其实自从赵阔把孩子送到自己手上以来 自己都是把这孩子当作亲生儿子一般照顾的 可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孩子在他的手中会越来越瘦 回到亲娘身边的时候 身体慢慢恢复如初 这一晚 琳璃心情不好 于是一个人走在府中的花园之内 他坐在花园里的池塘边想着事情 突然之间 他听到甲山后面有一男一女对话的声音 琳璃心生好奇 这么晚了会是谁在那里呢 细细听着一男一女的声音 琳璃发现 这个女子的声音正是灵儿 而男子的声音却非常陌生 只听这男子对灵儿说道 灵儿 这些天我赌博输了不少钱 你再想办法给我弄点吧 要不然我可活不下去了 随后 灵儿没好气地说道 我现在只是府中的一个小妾 还没有多大的话语权 你老是让我给你拿钱 再这么下去 我要是暴露了 咱们都没好果子吃 男子听了以后 低声笑了笑 对灵儿说道 得得得 大不了我少来几次 你这次先把钱给了 让我把赌场的债给还了再说吧 想想我也真是憋屈 自己的儿子 在赵府中吃香的喝辣的当大少爷 我这做爹的却在外面天天吃苦受累 话音刚落 灵儿突然立声对男子说道 你给我闭嘴 这府中上下人多嘴杂 要是此时被传出去了 我们都得完蛋 说着 灵儿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些银票 递给男子说道 赶快走吧 这段时间不要再来了 看着这二人即将从假山后面出来 琉璃赶紧找了一个地方躲了起来 等到二人走远之后 琉璃呆愣在原地 觉得此事根本没那么简单 她本来想着把此事告诉赵阔 可是现在无凭无据的 就算告诉赵阔 没准还得打草惊蛇 因此 琉璃并没有把此事给声张出来 第二天 琉璃找来了府中的管家 这管家是一个年轻的后生 是府上老管家的儿子 平日里非常沉稳 办事也很让人放心 琉璃对管家说了此事 让管家暗中调查 管家领命而去 自此之后 管家三天两头去给琉璃汇报 自己调查出的结果 一个多月之后 管家终于得知 之前和灵儿在假山后面 私会的那男子叫李大山 是当地一个无赖 人长得倒是文质彬彬的 此人经常混迹于赌场之中 之前日子过得非常窘迫 但是就在一年多前 李大山不知道从哪里 得了一笔巨款 天天在赌场之中好赌 不仅如此 钱输光了以后 李大山过几天又会来到赌场 继续挥金如土 管家算了算 发现李大山得到巨款的时间 和灵儿怀孕的时间十分恶合 而且管家从李大山朋友的嘴里得知 李大山经常把自己比作吕不韦 说什么自己的儿子 在别人的手中享受荣华富贵 过不了多久 他也会沾上儿子的符 一番调查下来 管家发现 府中的小少爷其实并不是赵阔的亲生儿子 而是灵儿和李大山生的野种 当管家把此事报告给琉璃的时候 琉璃怒气冲冲地说道 相公对他那么好 他居然做出此等事而来 不行 我要把此事告诉相公 可是就在此时 府中的一个丫鬟却突然跑了进来 对琉璃说道 夫人 公子让我来请您去书房一趟 还有管家也一并去 琉璃和管家不知道赵阔为什么 突然叫他们去书房 不过也没有多想 就这样 二人一起去了赵阔的书房 去了之后 他们发现赵阔阴沉着脸 因为赵阔已经知道了 灵儿和李大山的事情 此时 赵阔走进他们对琉璃和管家说道 你们二人难道没有什么事 要告诉我吗 此时 管家对赵阔拱手行了一礼 然后说道 公子 这些天我发现了一些府中的秘密 府上的姨娘在外面私会男子 不光如此 小少爷的身世也极为可疑 管家的话音刚落 只听喷的一声 赵阔直接把管家给踹到了地上 此时 赵阔阴沉着脸 对管家说道 你的父亲是我父亲的管家 你我二人一起长大 亲如兄弟 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 你会做出这种禽兽之事 今天早上 蓮儿告诉我 说你和琉璃有不可告人之事 起初的时候我还不相信 可是直至我询问了下人之后 他们告诉我 近一个月之内 你和琉璃每次单独见面都要秉退下人 而且在房中一待就是好半天 你们俩说说 难不成你们俩待在一起是为了叙旧吗 管家和琉璃听到赵阔这么说 顿时惊呆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这灵儿居然如此狠毒 居然给他们来了一个恶人先告状 此时 琉璃拉住赵阔的衣袖 对赵阔说道 相公 你听我说 这些天我一直让管家去调查灵儿 我发现他和一个叫李大山的人有奸情 我和管家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可是琉璃没想到赵阔 听完她的话之后 直接把她甩开 然后对她说道 既然宁儿和他人有奸情 为什么你不第一时间告知于我 我看分明就是你身份败露 这才胡乱攀咬 看着自己青梅竹马的丈夫 琉璃感觉到心如刀角 一时之间 她也不想解释了 赵阔看着琉璃这个样子 因为她无话可说了 于是便从桌上取来纸笔 写了一封修书 递给了琉璃 然后让下人把琉璃和管家给赶出府去 就这样 小妾灵儿正式成为了赵家的正亲 而她那名义上的表哥李大山 也成为了赵家的管家 就这样 又过了一年 这一日 父亲生前的朋友 清远道长来家中做客 赵阔和母亲热情款待清远道长 吃饭过后 清远道长把赵阔和赵老夫人叫到一边 对他们说道 我今天吃饭的时候观察了小公子 发现小公子的面相有些古怪 树贫道直言 你们还是好好调查一下小公子的身世吧 赵阔听了清远道长这些没头没脑的话之后 有些疑惑 不过赵老夫人却是听懂了清远道长话中的意思 第二天 赵老夫人派了一个信任的丫鬟前去外面调查 几天之后 丫鬟回来对赵老夫人说道 老夫人都调查清楚了 小公子确实不是少爷的亲生骨肉 姨娘在此之前就和人有私情 而那人就是府上的管家李大山 赵老夫人和赵阔听闻此事之后 怒火中烧 他们立刻把林儿和李大山叫到跟前 确认此事刚开始的时候 二人还拒不承认 直到赵老夫人旁边的丫鬟 把所有的证据都摆到面前 他们这才跪地求饶 本来按照林儿和李大山的所作所为 他们应该被进猪笼的 可是一想到还有一个无辜的孩子 所以赵阔就打算把他们给放了 凭借李大山的好吃懒纵 让他们身无分文地走出赵府 也算是对他们最大的惩罚了 晚上的时候 赵阔看着府上空空荡荡的 觉得心里非常难受 于是他拿了一些酒 坐在池塘边借酒消愁 此时清远道长 从身后走了过来 对赵阔说道 你也不必如此伤心难过 正所谓前世因 今生果 你成亲多年无子 那是因为前世作孽太多 如果你真的想要拥有自己的孩子 那么 从现在开始 积德行善或许还有一些希望 说完之后 清远道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此地 赵阔看着清远道常离去的备养 愣在远地沉思了很久 最终 他在心中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第二天 赵阔分别去了 琉璃和管家住的地方 亲自登门道歉 希望得到他们的原谅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二人看到赵阔如此的诚心 都原谅了赵阔 跟着赵阔回到了赵家 从此以后 赵阔行善积德 在当地开了一个辞幼局 专门收留一些无父无母的孤儿 不仅如此 还开了一家药铺 救治看不起病的贫民百姓 就这样过了五年 赵阔行善无数 被城中的人们称为赵大善人 这一日 赵阔的妻子刘梨 突然感觉到身体不适 请来大夫一番枕脉之后 大夫笑呵呵地对赵阔说道 恭喜恭喜啊 尊夫人 这是生怀有怨了 此言一出 可把赵阔给高兴坏了 从此以后 赵阔更加地热衷于做善事 不仅如此 儿子生出来之后 他一直教育儿子要行善积德 儿子在他的影响之下 也非常的善良 不仅如此 儿子还遗传了他的读书天赋 十八岁的时候居然考中了状元 一时之间风光无限 赵阔八十岁那年 儿孙们为他祝盛 突然之间有下人来报说一个名叫清远的道士 登门求见 赵阔赶紧让人把清远道长给请了进来 宾客散去之后 赵阔和清远道长单独聊天 清远道长叹了一口气 喃喃地对赵阔说道 爱 没想到呀 没想到 你命中本该无子 可是由于那些年离开了药铺 救活了无数的百姓 而且还收留了无数的孤儿 使他们不至于流离失所 所以才得了一个文曲新儿子呀 就这样 赵阔一直活到了九十三岁 这才寿终正寝了 去世的时候 他的儿子给他生了七个孙子 可谓使人盯兴旺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